澳洲的前总理叫做艾波特 他说新题目已经起来了 民主国家需要挺乌克兰跟台湾 因为艾波特说 美国跟英国都只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跟地对空飞弹 并没有派兵支援 德国连制裁俄罗斯的意愿都没有 法国主张修改乌克兰的宪法 以便满足俄罗斯的要求 目前只有乌克兰在抵挡俄罗斯 听起来西方国家很冷淡 那我想请教一下胡贤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改变 因为美国现在的经济制裁 是对那两个独立的审 说你不能投资 不能有贸易的交往 不能有金融的交往 他的制裁是这两个小 局限在那里 对 不是对苏尔 你就想是不是 欧洲和美国有不同的想法 为什么不制裁俄国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我有点担心 普丁的本来的目的地 就是这两个神 如果他想把全部乌克兰打下来的话 这个仗打不完的 因为游击战会打下面十几二十年 乌克兰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乌克兰的人不是全部都喜欢俄国人 所以他自己也会晓得 这场这个仗打不完 就像Crimier一样 亲俄的人 就接收你的管理了 就很高兴变成俄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他得了这两省以后 他可能就说 OK 我们现在可以有peace了 OK 那当然 现在在看就是欧洲和美国 对他们的 对他的经济制裁的情况 然后要拉多久 可是刚才王委员讲得很好 美国人没有lose我们的focus 我们还是在亚太地区 台湾 对他们的焦点在亚太 对 台湾对美国国家的interest 跟乌克兰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好朋友 日本韩国 这周围的 Australia这些的 他们的survival 因为一个国家的survival 是经济最重要 对不对 单纯靠经济 靠经济 如果你的经济 被另外一个国家控制 像日本韩国的能源 全部被中共控制的话 这是很危险的情况 所以我想 美国不会lose focus 然后对台湾 好的是 注意力越来越强 从我以前在国防部的时间到现在 真的改了很多 很注意台湾 那我请教你 因为这个是 有一个人 这个学者叫 他提出公式的现实主义 他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 叫米尔斯海默 他说相较于美国跟苏联的冷战 美国跟中国的冷战 更可能演变为战争 但可能是局限于南海 台湾跟东海的有限战争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是将出手捍卫 如果台湾受到威胁 我们不会 就美国不会针对 是否捍卫台湾进行投票 他说白宫 国务院国外部高层 将做出出手捍卫的决定 米尔斯海默 他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专访 他说美国有两大理由 必须保护台湾 一是重大的战略意义 台湾是第一岛链中 钳制中国海空军力的重要资产 其次美国如果放弃台湾 将对区域盟邦 传递很可怕的讯息 比方说 日本将不再能够 信任美国的安全保护傘 特别是核保护傘 这米尔斯海默很有意思 他在二零一四年 曾经在有一个媒体 期刊叫国家利益 撰文说向台湾说再见 say goodbye to Taiwan 引发了弃台论的争议 小英他在还没有当总统 二零一五年去以民进党 总统参选人身份访问美国 米尔斯海默 来向蔡英文主动澄清 说那个文章标题编辑下的 不是我的本意 他说美国不应放弃台湾 因为台湾对美国有战略重要性 你判断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美国并不反对 如果中华民国自己 只要中华民国的人 有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未来 就是说二三十年以后 如果中共变成民主 然后中华民国的人自己投票 我们愿意变成一个中国 没有人会反对 最主要的是 让中华民国的人 有一个机会 能够选择 不是被中共逼的 或打过来的 所以这个顿内斯克 跟卢干斯克的 俄国的军队在那里 赶不出去了吧 赶不出去了 这他已经 所以乌克兰的主权 就完全被摧毁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主权了 我看到我的朋友 他跟我一样年纪 他是一九九二年的 一个乌克兰人 他想说 这个是基辅 是乌克兰的首都 他说很多香港人 现在其实有部分香港人 还是留在乌克兰 那他们是愿意支持乌克兰 用行动来支持乌克兰 那现在这是乌克兰的情况 这个是他十二个小时之前发文的 那我把他截图下来 那这个这位是我的同学 是我的朋友 他是在地的乌克兰人 那这是香港人 那他们拿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写Light up Hong Kong 他还马上message我跟我说 为什么他们讲 Light up Hong Kong 因为2016年蔡英文 蔡总统选 2016年的总统的时候 他就是用点亮台湾 Light up台湾 所以他希望乌克兰 能够用台湾人这样的意志 这样的民主 这样的自由 在保卫他们自己当地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语言 还有他们的国家的历史 但是我想很多人在讲说 乌克兰要跟台 就台海危机 跟俄乌危机 在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比拟 因为台湾的战略价值 跟乌克兰完全不一样 就乌克兰 台湾不是只有经济价值 它有它的战略意义 就是第一岛链 防止防阻第一岛链的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美国保卫台湾 是不是站在 不是说天经地义 是站在美国的立场 他必须要保卫台湾 这是他一定要做的 所以我想很多人说 如果现在习近平看到 俄罗斯的做法 那会不会说 在这个时候见缝插针 然后我们也一样 不会得到美国的援助 我认为 美国跟俄罗斯 完全不可比拟 所以你把台海危机 跟乌尔危机来做 比较我想 这是几乎 没有国际政治的常识 谢谢大家 谢谢 场